你好 欢迎收看5月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如宇慧 花莲女中在今天举行的94周年校庆级爱心园游会 县长学生会特别出席 也颁发资深教职员服务奖 感谢老师们多年来的无私奉献 同时县长也敲响大铜锣 象征着罗生响起传爱花女 抛砖引玉捐赠教育除续户 散布爱心给需要帮助的学生 场面温馨热闹 县长许正会表示 花莲女中历史悠久 作与英才无数 取得花莲各界优秀人才接触自于花女 近年来在沾满服校长悉心带领之下 花女学生在各方面也都有卓越的表现 她说花莲在去年举办109年全民运 感谢花女全体师生的全力协助 让赛事圆满成功 而县政府致力推动运动观光 借由大型运动赛事的举办 争取经费 修缠花莲各个运动场馆 除了带来非常多的观光经济效益 也让花莲的市农工商蓬勃发展 让全国看得见花莲的机会 去年是我们花莲回回了将近 快二十几年没有办全国的 全国的重要的六大赛事 而去年我们真的补足了勇气 争取全民运到花莲 然而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家刚都知道花莲先生的预算有限 我们的钱有限 但是我们借由举办全民运将花莲县的 二十八个场地把它整理好 把它做好 花莲我们这个场地 活动中心是其中一个 所以借由我们很多的设施设备 把它扣过 举办活动把它做好 让我们的孩子有安全的地方来训练 让它养民国际 让我们花莲整个健身大股的提升 而这个效力 在今年 我们有中华民国各单向的协会 来到花莲 因为去年大家的热情以及接待 所以今年花莲有97项的花莲县 以及全国赛事在花莲 而许县长勉励在场学子把握当下的每一个时刻 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学习感恩 努力向前 花莲的未来掌握在大家手上 而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花莲做很多的事情 不要放弃自己小小的力量 而这个力量可以让花莲更好 让台湾这片土地更好 也希望在场新兴学子 努力向学发挥所长 成为未来国家社会的栋梁 并回馈花莲及整个社会 记者凌杰花莲市采访报道